下西晚 你九岁客死亲妈 把爷爷推下楼 要不是你这次回来 替姐姐嫁人 这辈子都只能待在乡下 所以你最好识食物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下家千金大小姐 你不过就是下家养的一条狗 狗在叫谁呢 狗在叫你 我知道了 所以你以后不用怎么问过 你 你敢骂我是狗 你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来吧 我请你快 及时到了可以出发了 辛苦了 flu 有 好 好 咱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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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团 还不是个厚麻 在这儿经历地下出去 要不说在这儿 靠小三上尾 就没点真实风 剑鸭竟然让我难堪 不过来日方长 会有的是法子之宁 哼 李玉兰 我看你还怎么装仙气良母 喂 李玉 帮我查清了什么色 这就是我那边路高荒的鬼夫 这哪里有病 咱们这得跟牛一样 放开我 老夫人 你这样偷听少爷和少爷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我谁用耳朵听又不是女 你看 叫 会不会 会叫 继续 太好了 我孙子不是女 也不是姓母男 因为马上就要抱上虫孙子了 是你 我都收了吗 会再见的 陆总 因为您在海顺身份一直隐藏得很好 至今没有人知道 幽浪院的主人是你 夏家也才敢做出让夏西婉替夏连眼替价充许的事 夏西婉的资料查到了 查了 夏西婉从小就被夏日努送到苍下了 高中毕后就不上了 是个村公 应该不知道您就是陆氏的继承人 全球首付 成功吗 成功吗 夏夏替价过来一个土包子 土包子可不像 你一直在看我笑 少爷 你要怎样愁着夏小姐 你还不知道吧 幽兰院的后院有两只狼 不如 把你送去喂牢 我这一次是为了查清爷爷出事的真相 需要鬼新娘这个身份麻痹里玉兰他们 我得想办法留下来 少爷你又发病了 你有病什么病 我董医术山珍旧我可以治你 我招死 招死 你的治疗也就是帮我按摩吗 你心里就乐着吧 你是我按摩的第一个男人 说的好像你不是有幸 给我按摩的第一个女人 臭男人 这天没法聊了 留下我 等你和他相处 你不关我的私事 我关你在奶奶面前一气 好 少爷竟然睡着了 少爷竟然睡着了 他可好久没有像这样好好的睡上一觉 你出去吧 这儿我 来 王婉来 奶奶一看见你啊 就特别喜欢 以后你小子 看欺负你你就告诉奶奶 奶奶帮你揍她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师跟您道喜了 什么喜 老太太恭喜恭喜 祝你找个人抱着重生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啥哈哈哈哈 我們倆昨天明明是 女人的心 我們倆昨天明明是 女人的心 我應該沒有多次一句 哎少奶奶 難道你不知道少爺有嚴重的潔癖嗎 這可是你用過的 我竟然一點都不覺得 他用過的東西弱性 好好好 安婷啊 一會兒晚晚要回娘家去 你跟著一起去 帶上禮物 這做女婿的 可不能失了禮 不用了 好的奶奶 我甚至跟你說我 哎呦 還說上悄悄話了 奶奶看著你們感情好啊 奶奶高興的呢 哈哈哈哈 狗男人 我叫陸韓婷 謝了你去忙吧 會有手 呦 抱歉 這可是我的出文 我叫陸韓婷 我叫陸韓婷 一小時之後我過來接你 不用 下車啊 昨天剛才嫁的一個嘴婦 撐洗 你跟著高大什麼 你這野男人 挺正常的 這個不聽人話的 陸韓婷 算了 等著跟我也沒關係 下西晚 你還真是按乩 大便 剛結婚 這讓了 怎麼 你那個鬼夫 做不了你 小白臉 他說的該不會說的很挺慢 你說是就是我要去看爺爺 加個小說 當初要不是你把爺爺推下樓 爺爺才會變成植物人的 小小爺爺爺爺當年是怎麼受傷的 我心裡最緊張 當年爺爺出事 是蘇西哥哥親自指認你是兇手的 他當時還是你戀人 怎麼會冤枉 青者自清 假青鋼 你還真當你是下家大小姐 你不過就是一個嫁給窮鬼的破爺 爺爺 我終於見到你了 這次回來我一定要救醒你 你要查清楚到底是誰害你 媽 告訴你一個事 下洗碗碗了一個小白臉 哈哈哈哈 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居然還包養小白臉 那可不是 對了嗎 你這在幹什麼 下洗碗 昨天你乾爺爺看著他 把他賣了又親了 反正他家裡有個鬼夫 等你乾爺爺把他完美了 再多給他拍點驗照 不怕他不屈膩 媽 這個太聰明了 哎對了媽 我呀還約了朋友 好 謝謝 吃完 吃完 嘿嘿嘿 你看 這呀 是我親手給你做的甜品 你快嚐一嚐 謝謝萬一 嘿 蠢貨 謝謝萬一 哼 蠢貨 嗯 真好喝 好喝就行 萬一 你跟我吃了什麼 都好痛 就甜品啊 等會兒乾爹來了 看他怎麼收拾 來人 把他給我抬進去 我的小妹子 哎 越南不是給你下了藥了嗎 你怎麼寫了 不行怎麼看好戲 你給我撒了什麼 我怎麼度不了了 黃總 你還不知道吧 夏佔養一隻大狼毛 鼻子特別綿 而且 特別喜歡口 黃總 你親吻 我要把他有的名字 啊我小妹女啊 小主重 你你你你放過我吧 放過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啊 林水瑤 當年 你讓我做了十幾年的外事 現在你女兒在我手裡 我就上班了 臉 還在那裡 喔 帝玉蘭 嗯 你幹得好事 我要從下次測試 我給你沒有玩 嗯 小蝦 你什麼我怎麼沒事 是嗎 你裝什麼小白臉啊 你明知道甜品有問題 活不玩張機就近是不是 我就是想看看你有什麼手段 李玉丸 這種幼兒園的小把戲 我不和你耍嘴皮子 你一個無依無依靠的相關好 我沒以為你是什麼 來人 把他給我抓起來 我看你誰敢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我不來不就錯過了這場好戲 小溪碗 這就是你包養的小白臉 這人還擅長下降 愣著幹嘛 趕緊給我上了 跟我打 你媽不夠哥 你不夠哥 愣著幹嘛 打算在這兒撤 下次就拿出你的看家福利 我等你 別讓我看你笑了 如果我今天沒有去 你怎麼幫 打架我也會啊 你要是沒去的話 我就可以把他們收拾 陸總 夏季晚在鄉下孤口零丁 被不捨得欺負我 他從小就和別人打架到吧 女孩子不要打架 打架是男人的事情 可是我真的不習慣依賴別人 不過陸先生 剛才真的謝謝你了 你是我名義上的妻子 我不想讓我的人說得上 居然是世界知名的村面大師男醫生 看來陸寒天的失眠障礙症 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 我可不是擔心他 我只是醫者人心 純純關心病人而已 出去 馬雁先生他怎麼樣了 剛才這完肺炎陸先生已經催眠 一個月能不能讓他休息一下 可是現在病情變化得太快了 他又繼續警覺 心理房間有強大的恐怖 我現在已經無法對他警惕了 來少奶奶 你現在進去是危險的 難道你忘了昨天晚上了嗎 正是因為我記得 所以我一定要進去 順便這樣一旦發展成精神疾病 就很難控制了 到時候第二人格出現 就完了 少奶奶對路上真是抗力情深呀 是啊 滾啊 我現在只想一個人呆著 不想傷到你 你今天幫了我 你要幫幫你好不好 你滾啊 都說了讓你出去 別人怕你我可不怕 對不起 疼不疼 不疼 疼不疼 他想幹什麼 難道是 吻我 不行 不管他什麼意思 我們只是和平結義的關係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能被你迷住 習慣 昨天怎麼回事 本能王總都已經答應給下十一條注射 但聽說你得罪了他 現在王總已經放話了 注射可以 但你必須跟他道歉 否則免談 爸 昨天發生了什麼 難道來因為我告訴你 如果說這注射是你女兒用陪睡回來的 你還要嗎 如果 不是把洗碗送到了乾爹的床上 那還不是因為 下十一條出現的資金短內 急需注射嗎 再說了 洗碗是下家的女兒 你因為下家出了分裂 蘭姨 下家還有小迪和爺爺 他們都是下家的女兒 你怎麼讓他們進去 這我 很希望你說什麼話 爺爺回國是要嫁給首富的 小迪的對象 不是蘇生 怎麼那麼羞辱的女兒 一會兒 還是去酒吧見下老總吧 我真是可憐 竟然會對這個所謂的父親抱有期待 他果然還是我認識的那個爸爸 虛榮要面子 為了下十一聊不擇手段 爸 我知道了 我一會兒會去的 許婉 你嫁到幽蘭院是去沖洗的 你那個病如膏肓的丈夫都快要死了 等王總的事情解決了 到時候 爸再給你走一個 那先謝謝吧 蓮蓮 李玉蘭已經上鉤了 你準備好相關 我已經黑了王夫人的手機 他今晚一定會出席 憨婷 你意思的事情查到帝都 線索已經斷了 我的替身一直都在國外替我辦事 我在海辰的事情知道的人不懂 從這些人身上去找 嗯 nde寄了 你得ểm好 疼痛 霜悟 �陸於 我還是沒有 去世荷 我還在路程上 不是 我找不在 jal 怎麼卻 沒有 有 我跟路程說 下秋晚 我覺得你比昨天好看多了 這張臉簡直和林水瑤 那個賤人一模一樣 就會高一男人 我一定要毀了你 下秋晚 我覺得你比昨天好看多了 上次的事我不跟你計較 不過你得給我去房間 咱們好好談一談 下次一聊 注資的事 好王總 您帶路服務員去 靠二哥 那個下秋晚改靈扣綠帽子 我去叫醒他們 你出去你哪隻手碰他 就把你那隻手給你抖醒 走回去 什麼情況 這兩年二哥一直吃素 從來沒對什麼女人感興趣吧 難道 他對那個下戲碗感興趣 哈哈 大改一改 你二哥 我就是想開婚呢 我靠 哈哈哈哈 你不要耍花藥 把我剛才伺候好 拿到毒精 我覺得沒辦法守著 我讓你插翅 你怎麼可能離開 啊我想比點讓我先 王總 您不要著急 我又逃不掉 我們進去洗手機 去 誰 樂隊 你這是出軌了 就想要謀殺金屬殺人命頭 我跟那個王總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在聊一些事情 沒有關係 不能管你功德 陸先生 我們之前說好的 不去過問對方的姿勢 你們的和平嫌疑上面 是不是輸了很久 跟著我請問 你的腦怎麼樣 你放心 我今天還頂著露燈他的身份 我會給你帶著帽子的 但是其他男人要喜歡我 也不是我的錯 你不能一直得起 那你的意思是嗎 我還沒得起錯 吃醋 難道他喜歡上我了 飛雪玩 你再不出來 我就要進去了 我們喜怨洋獄啊 我都沒想 那不行 我跟你說過的 我不希望你一來別人 事實上會讓我覺得自己發想 我自己可以解決 你 你 你 快點我親一下 你 你 乾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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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小哥哥 哎啊乾爹我不是下心碗乾爹 我又是沒上過你一口一碗我給你錢 這就是勾引你的賤人 不是 他是我乾女兒 我 乾女兒可不噁心 看我今天怎麼打 哎你也不打緊打緊我是什麼呀 勾引我老公 乾爹你誤會了我和乾爹是清白的 你敢勾引我老公 乾爹你誤會了我和乾爹是清白的 放你娘的屁滾到腸上的清白嗎 哎你誤會了乾爹你誤會了 乾爹 乾爹快看那個人是有禮的 乾爹 怎麼這都發生啥呀 你這都沒看出來嗎 小三被針放中間了唄 我天哪這消息太近了 快倒出手就碰到 不要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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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你看他幹了什麼好事 熱搜上全身你給找 中國 這不都是他的陰謀 他假裝答應付約 其實又陷害我了 爛姨你可不要冤枉我 當時我從洗手間出來 就看到你和翁總 你雙滑 爸 我一個想想來的土包子 我在 又是沒什麼錢的求人家 怎麼可能操控輿論呢 你別裝了 這一切都是你做的 洗碗乾爹香煞的 他還說這個一個一口吧 我們離婚 想說 你居然要和我離婚 小手 你居然要和我離婚 你現在去外面看看人家怎麼聽見我的 我都已經抬不起頭了 下市一樓 因為 廠商紛紛錢的 公司就要破產了 這一次敗你所賜 追溯 你不相信 我 我為了你 為了整個夏家 夠了 你就是為了你自己 為了想做了夏佛人這個位置 是骨子的就是一個暗默虛容的人 你現在要和我離婚 不就是因為我沒有利用價值 想不想把我貼開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一直都喜歡他媽 林水扬是吧 閉嘴 跟你本就不配提這個名字 我為什麼不提 我偏要提 你就是個可憐蟲 你愛著林水扬 可是像他那樣的 兩個神仙人我根本就瞧我殺了你 他根本就不信 爸居然還愛著媽媽 李玉蘭為什麼會提到我 我根本就不什麼 好了這件事情我會押下去 人小姐定完婚 你如果不會生下去 習愛你先回陸家吧 好 二哥 你這剃下心腔是真厲害啊 這一出出席眼 要不是咱倆在監控裡看得明明白白的 還真被他被撞到 他一直都很聰明 那個王總 不要再讓我在海上看到他 是的 二哥 二哥 你打算什麼時候告訴嫂子你的真實 再看看吧 我現在不想讓他舉個胃口 我現在不想讓他舉個胃口 晚晚奶奶給你燉的雞湯 趕緊趁熱喝了啊 好哎 好謝謝你哎好好休息啊 哈哈 你怎麼了 好冷 好舒服 熱死我了 休息吧清醒一點 你醒醒 哦 你醒醒 你醒醒 我醒醒 你醒醒 我醒醒 你醒醒 你醒醒 把水冷的口氣 走了 但是我 Morris 我比你去起火 你醒醒 你醒醒 北部 你醒醒 我要出差 快點回來 有事給我打電話 沒事 我沒事給你打電話幹嘛 你是我老婆 但是查港不是應該的 做夢去吧我在不查 爺爺你快點醒來吧 我好想和你說說話 小西娃 怎麼的 我的好未婚妻跟我裝不認識是吧 怎麼定 我的好未婚妻跟我裝不認識是吧 老婉 你以後就是我的未婚妻了 我會好好保護你 爺爺爺爺爺你怎麼了爺爺 老婦這麼直下去啊 反正爺爺終於下去了 我怎麼記得時間前 你把我推向深淵的時候 我也先把地方信我划給你 你為什麼要嫁給優蘭元那個部分 他能滿足你嗎 如果他不能滿足你的話你可以找我呀 做些 多給自己留一些美好 別讓自己變得那麼卑劣不堪 少他媽在這裝瓶青玉琴 沒有多臟只有你自己知道 對了 我現在已經有新的 你應該還認識 來小婷 蘇西哥哥 我都等了你好久了你終於來了 你的生日夜會我怎麼能不能來呢而且 生日 喜歡嗎 喜歡嗎 我好喜歡 姐姐 我呀已經和蘇西哥哥在一起了 你不祝福我們的對吧 當然 你們一個垃圾一個撿垃圾的這麼慢 我一定會就你們長中間 下西晚你還要不要臉 你剛結婚就幫我那個小白臉 你簡直就是不知羞恥 簡直就是一個當作 對了姐姐 你就是在等車嗎 你的錢 你能不能去幫我小白臉嗎 你還有錢打車呀 哦對了 我都忘了 你肯定呀 要把你鬼子的棺材錢吧 蘇西哥哥 他畢竟呀是我的姐姐 我們呀就帶他一程吧 不用 蘇西哥哥 你看他就是在詛咒我們 他好惡毒啊 下西晚你簡直就是不知好歹 先生 安偉說少婦人在自家酒店被踢過 哦 誰讓妻子給了他啊 對方說 少婦人花鬼附的棺材 蘇西哥 爸 我好欣賞姐姐上車 但是他拒絕了 等會兒我還要跟蘇西哥哥 去吃廚房晚餐 你說姐姐是不是故意的呀 西白 你是不是又在耍大小酒期間 趕快下車 人家我小弟就說我們期間了 下姐 你是來接聽回家的 哇 啊好漂亮的車呀 蘇西哥哥 這也是你給我準備的驚喜嗎 我很喜歡 哎 你誰要 這車蹭壞了你賠得起 你簡直是瞎的狗影 我就是下小姐 我是來接這位下小姐 我是來接這位下小姐 什麼 這居然不是蘇哥哥安排接我的 蘇少可沒有資格安排 車是陸韓婷陸總 刻意讓我來接下西晚 下小姐 請 怎麼可能 你一定是和這個林基 你串通好了 陸總身為全球首富 一直在帝都 怎麼會認識你這個小三 哎 你不信也沒辦法 誰讓男人多愛五分 我也明白 爸 姐剛從鄉下回來 就和那個陸氏總裁搭上了關係 他剛才還放了那個小白臉 現在又在這裡假裝演戲 他媽如出一拙 先搞清楚你自己是個什麼東西 不敢提的人 你把嘴給我閉上 那個神秘的全球首富怎麼會突然幫我 我跟他又不認識 等等 他不就叫陸韓婷嗎 據報導陸總正在華製作參加活動 喂林林 幫我查個人 陸總 夫人的人正在調查您在海城的深淡 倒是聰明 不用麻煩 是 看來陸總對這個地下忽然疯了 蘇喜哥哥你知道嗎 夏斯文在鄉下的時候 就在山東里面和男人發生了苟且之事 他那個時候才多大呀 他就和野男人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個賤人 之前跟我有婚約的時候 就出軌 現在嫁為人婦了 還出男人 真是人盡口說 蘇喜哥哥我愛你 我的第一次都給了你 沒錯 下溪碗這個水系娘花的女人背叛 他根本就不配得到我的 啊 我得勝啊 你踢下來了人居然是全球守護陸 航鐵 我倫就是他 蘇喜哥哥我就先上去了 早點休息 記得想我去吧 這哪啊 有事嗎 今晚到908零哦 我等你 不先 那不是有病吧 怎麼 別人可以玩的我就不行了是吧 你那鬼夫老公知道 你在外面玩的這麼話嗎 又可以去 你不是一直想查找林審的下方嗎 這樣 你今天晚上陪我睡 我就把林審交給你 蘇家在海城有權有事 難怪我的男女一直沒有著我林審 好 今天晚上我會去的 但我要先見到林審 好 對了明天我要出差後天回來 有事給我打電話 沒事沒事 喂 韓婷再洗澡 有什麼事你早點說 他讓我趕緊過去 郭總監 學院教 路總這是緊急文件 也是林審文件的 我不喜歡別人進來 嚇 你動我手機了 沒有啊 吃一吃 你 你動我手機了 沒有啊 吃一吃 啊 我們只是和平協議 他怎麼會幫我 我提醒過自己的不要過於的依賴別人 我相信你死了 小姐快走別管我 沒事 把人帶走 洗碗 別忘了我們這人的交易 蘇星 剛才臨時昏倒了我們現在需要去醫院 是不是我們之後再說行嗎 洗碗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但夜長夢 要我送您去醫院 但是今天你 必須跟我們一起交易 蘇星我逃不掉了 先送你 你幫我弄疼嗎 陸 陸總 不好了 讓你說少婚人給你單車 你以為你的小動作能瞞過我 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就出過一階男人 現在嫁給鬼夫沖洗 你的那個窮鬼丈夫能睡你 小白臉能睡你 我堂堂蘇家大少不能睡你 選什麼手術給你 還不承認 要不是小爹當初帶我去 我還不知道你這麼即可呢 小小人姐就是一個隱藍人在山洞裡鬼混 你每一次都給了他都不給我 我那是在救人 我那時候還沒成員 不死 我那咱怎麼這麼惡愁 是我 只有人能抱在一起 小學問我告訴你 死了你心都是我要 保護你的心 你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我的 沒問題 我的女兒你也敢嗎 二哥 外面人都處理好了 郭喜澤 你是誰 怎麼趕緊指手握手 她是我的女兒 這種事情如果再發生第二次 手續陸寒庭 難道 下希望真的成了陸寒庭的情人 你怎麼趕緊 林水 那你是不是李玉蘭的一派公園 是 我欺言所見 後來我被人帶走了 囚禁了十多年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可李玉蘭他能把證據毀了 老爺子 我成了植物人 我們要怎麼辦 我已經在救治爺 等爺也行 有了牛的紙 一定能將他們收支衣服 謝謝你送你上來醫院 我是不是跟你說我有什麼事 顧打你 你為什麼 我打了 可是你那個時候在和親生上 我可不想繼續為了他欣賞你 陸先生 我們只是和平協議的關係 我不想什麼事都麻煩你 我們只是和平協議的關係 我們只是和平協議的關係 我不想什麼事都麻煩你 沒良心的這些東西 我趕回來救你 你跟我說的意思 你不要對我這麼好 我怕我還不親 也不想欠你 我不想欠你 什麼時候起 他的一句話都聯想到我的心智 好 既然你不想欠我的 那你就跟我道歉 我剛才不是謝過你了嗎 你在跟我裝活動 女人向男人表達謝的方式你真正 你生無常無 唯一能讓我看得上 你別亂 那個蘇西是你一起的內魂夫 無論如何 你現在都是我的露臺 你要是趕快去給我的手 就行你 那是 那是 陸先生 我剛才已經謝過你 你要是再這樣我拼 我就打你了 好了 別鬧了 你走 你的變性已經好轉 那還是要控制情緒 阿婷啊 哎 那你怎麼會這樣 奶奶 奶奶給你燉的雞湯 趕緊趁熱喝了 奶奶 你往這裡面又加了什麼 我能加什麼呀 這除了雞就是湯 趕緊喝 您不說 我都八十歲的人了 給我孫子燉點雞湯 讓他補補 好怪我是個大胖蟲孫子 我都這麼老了 要是在我閉眼之前 沒看到我從孫子 我一會兒喝 不行現在就喝 我看著你喝喝 可以了吧 哎呦 早喝不就結了嗎 那傻孩子 你笑啊 你怎麼了 你吃什麼東西了 哎 奶奶做了雞湯 她又往裡面放了補藥 奶奶可真是著急包孫子呀 奶奶想這碗米 奶奶想這碗米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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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對我這麼好 我也不想騙她 那要不 早些跟蹤 還聽再洗澡 又不早點說 陸航廷 你要是真想要個孩子 你就找別的女人吧 什麼意思 你那天出差的時候不是已經找過別的女人了嗎 我 我什麼時候找過別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給你打電話 是一個女人接的 她說你在洗澡 妳說妳不用跟她嗎 我沒有 這醋譚子都打翻了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是誰讓我去找別的女人 我都說了我沒有 唉 好吧 你去哪兒 既然你都已經拒絕我 那我只能去找別的女人 你狠甜你不要臉 你罵鑫子 华总监 我有事儿装 下午来一趟游览员 如房里的餐点都准备好了吗 还有果汁 夫伯 你们倒倒熟了 少师 刚刚少爷吩咐 说待会有位会客会来 让我们准备携带 这位是华小姐 你们要向尊重我这样做 是 华小姐好 华小姐 这位是 一个辛辣堆庸人 你去为华小姐拿起食物 你拿住吧 今晚留下来 真的吗 少爷华小姐 水果来了 你一个女佣这么大声干嘛 还 吓到我了 没礼貌 咱们赶快为华小姐抱歉 华小姐对不起 我带华小姐去卧室 不不 你好好管一管这个女 一会让她来捕上 走吧 是是稍后来 我会去照顾她的 你就是韩婷说的女佣 待会儿你去帮我办件事 华小姐 你解释 你呀 去帮我买河壁运套 我晚上要用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陆韩婷的意思 谁的意思不一样吗 让你去买你就去买 我不去 你一个女佣凭什么这么多说话 我再去买 你什么呀 韩婷 吾琳她去帮我买冰套 她不去 华小姐让你去买一句 哪那么多 一盒怎么够 买点 你什么 你一个女佣哪那么多话 让你去买你就去买 韩婷就是你其实太好说话了 让这个女佣蹭鼻子上脸 王小姐說的對 你還不趕快去哪 好 現在就去 我明明說跟韓婷先了我 現在要去勾搭別人 我以後一定不能明白 冰淫套買了嗎 別耽誤跟韓婷辦事 我心你說什麼 哪來的野丫頭 我看你是想上老闆的床想瘋了吧 自不良力 啊 啊 我看你才是想趴老闆的床想瘋了 安婷 你要的東西我給你買來了 你要多大碼的 你現在讓我們認了我是不是太遲了 那你覺得我們不得了 陸寒婷你對我到底有沒有意思 我還要跟我講習斟做 今天要跟別的女人好 哦 沒有跟別的女人 是皇上拿著我的手機 在這裡 就別人一起 我跟皇上等著你 什麼 老闆 老闆 我不喜歡皇上 我不喜歡皇上 我陸寒天發誓 以前從來沒有請我給你 說 真的嗎 千真萬確 如果要是你不相信 我可以去醫院做個證明 證明 我還是出難了 騙子 醫院根本做不了這種證明 老闆 我不喜歡你 我想讓你做我名副騎士的妻子好 你可要想好了 我可是很兇的 如果再發現你跟其他女人爛亡 我可是要打人的 我又沒有說過 你瞎會隱瞞的樣子 謝謝你 韓婷 有人欺負我 你現在過來嗎 韓婷你們在這個女優她打我 你得給我報仇啊 包容從明天開始 你不用再讓我 離開環境 韓婷 你不敢偷接我的私人電話 你不該偷接我的私人電話 也不該去刪除了母親 你最大的錯誤就是當著我 露女 露太太 這個小女優 我 哎露太太 你是不是還有什麼畫面說 什麼什麼畫 我也喜歡你 我也喜歡你 我現在嫁給的是 幽蘭院的陸漢婷 可不是什麼世界首富陸漢婷 我可不想你 背叛我的鬼子 那我不管 你嫁給的是我 小蝶 小蝶 你可真是爸的好女兒 蘇少說 等你娘定王婚 他就給下次醫療組織 幫下家渡過危機 這些呀都是你們應該做的 我是下家的女兒 自然也會下家著想 還是我們小蝶乖 我向西婉嫁了個沒缺沒事的鬼夫 明天 既然是小蝶的訂婚宴 要不讓西婉帶著他老公 一起來 西婉那個鬼夫都快要死了 我們來了 我還以死在訂婚宴上 豈不是更會去 爸 外面的人 都說咱們閒貧愛父 姐姐自從結婚之後 姐夫就沒見過人 連帶著我在蘇家 都吃了好幾次白眼 行行 那就讓他們來吧 我一定要在訂婚宴上 把場子找回來 讓夏希望這個劫子 劫心 明天是我和蘇西哥哥訂婚宴 你可要來掌掌見識 畢竟你那個鬼夫 從來沒有為你舉辦過 這麼深大 我當然要個見識一下 需要我給你去嗎 不用 這點小事 用不著你給陳婚宴付出 好 看來有好戲的 姐姐 你來了 剛才 我還以為你不來呢 還以為你不能見證 真幸福的時刻 小蝶呀 你太善良了 她可是以前給樹上 帶過綠帽子的溫氛漆 不要點得粉 幸好樹上甩了 和你們在一起 像你這種結婚信號的好力 可以上樹上 你別這麼說 對了姐姐 姐夫呢 她怎麼給你來呀 哦 我都忘了 你嫁的是一個鬼夫 連床都下不來了 哈哈哈 蘇西哥哥姐姐來了 還來見證我們的幸福了 下星晚 你的男人呢 怎麼 他把你玩膩了 你這個沒事 他就是個炸男 反而我現在跟著你的 蘇西 蘇西 要不 你今天就不要給他等下西晚 你幹什麼 今天是我和蘇西哥哥訂婚宴 你不要搞破壞 西晚 你是不是還喜歡我 蘇西哥哥 你不要上了他的檔子勾引你 蘇少 我只是開玩笑 不要擔心 我只是開個小玩笑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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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不是什麼垃圾回收站 我兒剩下的 我兒剩下的你隨意去 好啊 時間已到 蘇少 你不是說給小隊準備了一個 浪漫的糾紋儀式嗎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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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小弟和蘇少不定會面 事關下降的大事 最好給我安放 要不然 要不然怎麼樣 大幫我送回消息 爸你好像忘了 你已經把我賣到悠然那種心 行吧 小姐 嫁給我了 我會給你幸福 小小你幹什麼 這是 這是 醫院的診斷報告 你不是一直覺得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出鬼嗎 這個報告可以證明我的辛苦 我操了 他這樣懷了舒嬌的孩子 處女貌未破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小蝶 小蝶 小蝶明明說過 你跟其他男人睡過 你必須贊透了 看來醫院的診斷報告 都早就被你握住了 小蝶 你明明跟我說過 他跟很多男人睡過 你快跟他說呀 是我親眼看過 小蝶 是我 是我親眼看過 讓你胡說八道 小蝶 小蝶 你們奴女倆往我身上潑了十多年髒水 現在還想潑 我不建議你們到橘子裡 信蝶 你說話呀 下西碗再騙我是不是 祝女王是可以在醫院生父的 蘇西哥哥 我只是喜歡你 所以你就撒謊騙我 讓我誤會他 讓我失去他 是吧 希望 對不起 我不該誤會你 我想跟你結婚 我是愛你的 你愛的是我們 只讓我有心 今晚 蘇西哥哥 今天是我們的丁婚宴 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你不能拋棄我 夏小蝶 我告訴你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娶你的 美女今天爽了嗎 二十年來最爽了 還有讓你更爽的 夏十一年要跌停了 不出三天呀 他們就會一乾二淨的 滾回鄉下了 沒這麼多 黎玉蘭還有女兒 你是說夏淫淫 再再說了這麼大的事 她一定會立刻哭 黎玉蘭和夏小蝶 加在一起的那太用手了 你下西碗還拍一個私生女 這麼多 你說 現在蘇珠家跟我們斷絕關係了 小姐以後可怎麼辦呢 你問我我問誰去 誰讓他一點不自愛 還沒訂婚就白讓人跟睡了 下次醫療就要毀在我手上 你 這一切都拜你們牟女良所賜 你說什麼呢 我自從跟著你 為了你為了這個下家我奉獻了多少 沒有我 你跟著我以後沒早任乾爹 你就是個賤女人 交出來的女兒跟你一樣都是倒貼貨 你們給我滾出下人 下人公 你是個什麼東西啊 你不就是看我和小爹沒有利用價值 想把我們一腳踢開嗎 我懶得跟你們廢話 你們今天就給我滾出下去 爸 爺爺你回來了 你趕緊勸勸你爸 他也趕走我會想死你 姐 你一定要跟我們報仇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我這個賤人不得好死 小爹 我已經讓人收拾好你的行李 你先回鄉下去了 等你給收拾好相信我 相信你 什麼 我不要 小爹 聽話 忽然別怪我犯你無情 我 像是一聊資金那段了的事 我聽說了 這件事我來解決 我知道你有些本事 但相信 需要至少十二米資金 你哪然那麼多錢 爸我自有辦法 但是我有個條件 只要你能拿不上一些錢 什麼條件罷充你 讓他留下來 好吧 看見門裡面上 就再給你一次救 媽 我去看了爺爺 他的病情穩定了不少 是請了新醫生這樣嗎 沒有啊 那還要誰去看過他 只有下西碗 他不會再給老頭治病吧 爺爺 他要是醒了 你爸不就知道生我們把老頭推下去 家伙給下西碗的嗎 我已經換了老不死了 他別想吃 洛菲 媽的開心嗎 開心啊 我還給你當了禮物 是 你送我腰帶 是想要牢牢拴住我這個人嗎 錯了 我的意思是 你的腰帶只有我能解 陸服人之命 陸寒天 嗨 陸總 好久不見 有事 陆总 还记得五年前我救了你 你许弄我的三件事吗 记得 第一件事你已经办妥了 现在我要说第二件 我父亲的下室医疗病运破产 现在需要十二一次进入 我会让秘书去处理 据悉 下室医疗的千斤夏严严 那 往往起来了 坐吧 便与下室医疗达成合作 无条件为下室住资十二亿 这是商业合作 没什么好关注的 对了 晚晚 你今天想干什么呀 哦 我今天要给爷爷去吃病 哦 好吧 早去早回啊 二嫂 你现在给下家住资十二亿 你打算怎么干什么 小妍救过我的公司 也是 这一切都没有 因为这个你 挺有印象的 好 哎呀 Vater 你不是在聊什么呢 嗯 奶奶 我有点困了 我先回去睡了 去吧 太太我也先去這吧 少爺少奶奶怎麼青年都怪怪了 哼那臭小子 自己作死惹的媳婦生氣了 自個受著吧 你是不是還在為了那十二億跟我生氣 不會 錢是你賺的 我又沒出過錢沒出過力的 無權干涉你的使用權 那如果我說我跟夏妍嫌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跟他也不熟 只是見過幾次面 也會行嗎 你在變相告訴我夏妍嫌魅力大是不是 還是讓我該笑話你人傻錢多 十二億都給了連床都沒上班 文文你可以生氣可以耍小脾氣 但是你別亂說 我想上誰的床 而且夏妍救過我的命 我向他取諾三件事情 第一件送他去國外名校留學 第二件給夏氏醫療注資十二億 這樣說的話 夏妍嫌提的事情都不會拒絕 救命之恩吧 可以理解 他第三件事要是讓你取他 你會同意嗎 我現在已經有了路 太太怎麼取 我知道了 我怎麼救過你 這說來話長 你不想說話還不想聽呢 這是我工資卡 裡面有一 給三年十二億給我一百億 你是遇到女人都這麼大方 這是我的工資卡 你要是不想要的話 我就會別的 我老公的工資卡就該放我這 以後你的錢 只能給我和奶奶的話 休想多給別的女人花意義 好 夏妍姐您好 這咱們給你剛到的信念款 只有在外面時的客人 才有自己的購買你看看 哎婉婉 你老公最近跟夏妍爭 怎麼回事啊 不會真的像網上說的 他要追求夏妍吧 沒有的事 我老公說以前夏妍嫌救過他 所以他就許了夏妍嫌 三千利所能及的事 就夏妍那種神仙女人 還會救人 夏妍嫌 夏妍ival 被你捌 Shadow 好久不見 夏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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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你还是顾家的样子 你已经被顾家赶出家门了 只不过是一个向家犬 不该管的事别管 洗碗 这只不过是一间睡群 你要是喜欢 我让给你就好了 只不过你给你老公 可能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二十万我帮你付了 我爸刚给我了五百万名付近 爸对你倒是大方 当然了 郑伯可是最喜欢演演的了 导哥小姐 除了他碰过的那件 其他的我们全包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们又不像某些打肿脸 听看了 我们家演演 可是刚拿了陆氏集团的陆总 十二个亿的投资呢 等等 导哥姐姐 这家店我买了 洗碗 你是被忌妒记傻了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打肿脸充胖子 你不是这么充 别让人家笑话 今天这个笑话 算是看不见 这张卡里有三十米 买下这家店应该就是有一个 这张卡里有三十米 应该足够买这家店 可以可以 我我马上就去找店长 小西婉 以后陆海你什么关系 你怎么有他的卡 一个男人 要把卡交到一个女人手里 你猜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西婉 既然你已经嫁人了 那就要做好一个妻子的粉丝 要手好复道 千万不要做什么措施 这句话你说的太晚了 早一点说可以圈圈你 既然知道我爸已经有老婆 就不要再抢别人的老婆 你变成就是这位夏小姐 拿着陆总的卡 想买是咱们店 小姐 从现在开始 这家店就提了 很好 第一件事 把这个汪汪我朋友的小三发 以后 小三和你 既是你内容 谢谢 两位 是我送你们出去呢 还是你们自己走 下西婉 你别以为你有几分姿色 就能拢住陆总 我跟她的关系 是你无法想象的 五年前 我能将你赶出夏家 五年后 我也可以让你再一次 成为丧家权 是你带啊 卖箱怎么这么乱 忘了 肯定又是李玉兰他们搞的 西婉 你认识陆寒天 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夏爷爷跟你说的 是 你是不是早就勾搭上路做了 爸 你也是这么跟夏爷爷说的吗 你说他勾搭了卢康庭 你和他不一样 颜颜是未婚 你已经结婚了 结了婚可以离 我和夏爷爷都是你的女儿 谁嫁给他 也都是他的岳父的 有什么区别 怎么没有区别 哪个男人会娶一个二婚的女人 离起你 颜颜才是那个能嫁入陆家 做路牌的人 你和陆寒天是很断 不要再有不改动的心思 他放着夏爷爷爷不要 他找我这个有附资 我觉得您不蠢的话 你应该知道赌注该要在谁身上住 爸 我知道王婉对我有误解 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 他都想抢 含您的事您不用担心我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会和婉婉公平经经 你加油 爸 那我先走了 去吧 爸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喂 夏先生您好 我是地度研究院的X医生 曾经受过夏老先生的恩惠 曾经听说了他的事情 我们已经到了海城 咱们快点进医院 太好了 那麻烦夏先生和老先生转移到海城研究院 希望这件事你要改名 不要告诉我 一定 真果 不是大精小怪的 爸呢 有个厉害人我把爸接走了 说是研究出新帮子能救吧 啊 我帮我查一下夏帮子笑 谁 谁韩婷是我夏妍妍 太紧 我会你结婚的时候还不想让 现在知道 我想看他们拍了师傅什么话 以为 快点出 都听见了 进来吧 陆总 挺重 下车就找你 陆总 我为你冲了一杯水的通风 陆总帮了夏家这么大一个忙 于心于理 我都应该来感谢你的 当初夏小姐救我 我许了夏小姐三个条件 现在夏小姐提出条件 自然 陆总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西婉呢 从小就特别人男人 即使她跟苏西订了婚 也经常跟其他男人打打了 去了乡下 也没有好好学习 她跟你在一起 完全就是为了贪图 柔华之贵 并不是真的喜欢你 陆总 其实从见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很喜欢你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些差距 这些年 我也一直努力 让自己本身更优秀 能够配得上你 而且 我也一直解身自好 没有照过其他男人 希望 陆总 你能够 我自己 老可 你 好 我会一直等你回复的 哦 对了 后天是我跟西婉的生日 爸妈给我们准备了一场生日宴 我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生意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那我先走了 你为什么要让我答应他 自然是要复仇 你不会是要帮你的救命人来对付我吧 我答应他三个条件 虽然是把他当成同事了 沐先生 你要记得你是我的男人 你得帮着我 我不帮我老婆帮谁 有什么少女啊 爷爷 我会不会忘了 快了 韩婷已经答应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还说你考虑一下我 太好了 爷爷 不会是爸的好女儿 陆总给你轻身的消息 你都会让把在外面长脸 你 爸赢你回容 下家的未来 就致望你了 爸我这个宴会可得多邀请的人参加 不能让韩婷小看了怎么讲 另外 还得邀请你希望跟他老公一起出席 这样肯定不很好 只要你能嫁给路 爸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回 下家那条 还是送给了情境 谁也想那个 或者参加什么宴会 你看 回他们可是去 好 下阎阎 李玉兰 一定会让你们注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夏总 这是我送给阎小姐的礼物 听说陆总还要来参加阎阎小姐的生日宴 您可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呀 哈哈哈哈 张小姐是过誉了 小吕也是幸运 才入了陆总的眼 哈哈哈哈 看来陆总和阎阎小姐的好似将近啊 到时候陆总记得给我发情提啊 好说好说 快大家快入庆 快快快快 晋光 今天的安排你还满意吗 你要是满意的话 以前的事 那不就算了 满意 这一次你办的不错 你最大的功劳 就是给我身体 以前的事情一笔勾效 什么时候过日子 好 好 好 王婉 今天陆总来给我庆生 你不会生气 如果说我不生气 你会信吗 王婉 你要是生气的话就骂我两句 不然这气别在肚子里边 对身体不好 来 王婉 你老公呢 死没来呀 啊我差点忘了 架的是个鬼夫 现在应该下不了床吧 谁说老板要死了 那他怎么还过来 那那是准备的礼物拿不出爽吗 老婆 就是 他来了 陆总你真的来参见宴会了 我愛人的生日夜 就快就會引力吹天關係了 韓婷你來了我等你好久了 生日快樂陸太太陸總 你就看微笑吧 加西碗已經結婚了 放了這上我老公不韓婷 又來樣的男主也是你們口中的鬼衝 不可能 下西碗你為什麼老是搶我的東西 你明明知道我很喜歡陸韓婷 我的目標就是嫁給他 而你怎麼可以成為陸太太 向妍妍我沒有請 是你和李玉蘭送我 當初是我替嫁進幼安人 太太的位置給你是你不要 既然我才是應該嫁過去的 那陸韓婷應該娶的是我 守護夫人的位置應該是我的 對呀陸總 本來娶的就是妍妍 你要不把這個女人給休了吧 夏夫人 你們母女倆小潘高知是不是小瘋 我的夫人只能是相信我 老闆 以前都是爸爸的錯 爸爸也是受了李玉蘭的蒙蔽 你要相信 爸是愛你的 夏總 您把您的愛都分給他那女女三個了 豈能再多分我一號 自從您把我趕出下家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我們婦女無緣 您 我高分不及 王丸 這 這一定有什麼誤會 我們該走了 王丸 這是奶奶給你的生日禮物 奶奶 這太怪重了 我不能說 哎呦 你是奶奶的孫媳婦 這陸家的就是你的 你的還是你的 拿著 我就不影響你們兩個的二人世界了啊 順便把我的從孫子提到日程上來 哈哈哈哈 奶奶 我來看你了 呦 子歇 哎呦你怎麼會在海城了 來你坐下 媽媽說 我也到了他結婚的年紀了 就讓我來海城找我從小就見了的 那個郭忠祺 你不是說已經失蹤了很久了嗎 但是媽媽也沒放棄吧 找了很久 找到了他在海城的一個中途 就讓我過來找找 哦 這樣也好 免得和韓婷碰著 大哥 雖然壓了新聞 但是消息還是傳到了板 媽對大哥私自結婚這個事情 非常生氣 那你和你媽其實很高興 是不是想趕緊讓我退位 好成為陸家家主 大哥 我從來沒有想過跟你爭什麼 說一套做一套 你應該好好問問你這個 我爭吵姐姐 我爭吵姐夫的媽都做了些事 爸已經懲罰過媽了 你不要再躲躲逼人了 行了 你們不要再吵了 滾出去 大哥哥 我就是在山洞裡面救你的那個人 這是你給我的玉佩 交友呢 不安婷 我不會放棄 小姐你不能進去 對不起 我讓你住宅了 陸總 你為什麼甩掉我 我很傷心 夏小姐我給你三秒鐘 時間甩下車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這麼多年 你為什麼要去下希望 說了兩秒 我想好第三件事 你立馬跟下希望離婚跟我結婚 你說好答應我三件事 離婚和舉例是兩件事情 想要讓我答應她 無論是哪一件事 你不是答應的 陸總是不是忘了 五年前是誰在冰天雪地裡救你 要不是我 你早死了 這是雖然我沒有忘 所以你才男人不願在我面前說話 你現在最好想一個 能讓我答應的最後一件事 送夏小姐出去 好 夏小姐 你爺爺已經出醒了 夏小姐你爺爺已經出醒了 好我現在過去 爺爺你終於醒了 炸卡了 爺爺 你還記得是誰推了你嗎 是 李玉蘭母女 啊你辦啊 我要讓鄭國 修了這雙惡婦 爺爺 爸現在已經完全被他們蒙了信 咱們沒有證據 他是不會相信的 這個你也賺了 爺爺 我有個辦法 但需要你配合 只要我能將鄭國 身邊的惡婦趕走 爺爺 都聽你的 還聽人嗎 爺 媽 明明我才是守護太太 下西晚這個賤人搶走了我的位子 我要搶回來 我才是秉智也順的守護太太 大爺爺在什麼 你們沒有老子嗎 西晚現在是女子 你們不巴結他就算 還繼續得罪他 我警告你 以後不要再去找 連心都拿走 爺爺醒了 剛心 醫生說 雖然還不能說話 但只要認醒了 慢慢就會好起來 你現在就過去 你們好 翁再加個反省反省 好 爺爺 怎么了 我当初就让你弄死老爷子 免得夜惩恐怖 我想这下午晚 他不是没有证据吗 有老头一条命 没想到他会醒 现在老爷子还没醒 要不然咱们趁机 我联系了一个黑市的卖药卖家 今天晚上 你就偷偷给老爷子打药 他绝对活不过你 爺爺 你让我去 妈这只能你去 只有你去 真相才不会外人 而你还是夏夫人 我们还有机会重新开始 小 我去 老东西 别怪我心狠 李玉兰 李玉兰 你这个多臭 李玉兰 你以为你真的能害得了爷爷吗 李玉兰你身前危害他的性命 让我们走一趟 又是你害我 不是我比较动力 我能被变了 李玉兰 从你进病房开始的一举一动 我们在监控里都看得一起二举 李玉兰 你真是个奢侈不负 我对你不好吧 居然还给我把下毒 我不赔 大政府 你也会说你对我好 你对我怎么好了 你和我好的时候 就是要和明星要离婚 人家一直做到大武人 你就要自己 他有这个老东西 明明小爹才是下家的孩子 可是他对这个野种 那么好 你也是活该 你活该 你来真的活该 妈这个脖子给我打走 我是连皇子 我是连皇子 李玉兰的话什么意思 我不是爸爸 其实我是你妈妈的管家 不能掩护我妈妈的身份 我才让你妈妈 跟我的儿子假结婚 你其实根本就不是正国的女儿 那我爸是什么 只知道你妈妈说 她有个闺女 叫 罗小姐这个名字 她的儿子都七八岁了 小姐她说 她再不生 就来不及了 后来她怀孕了 而且还给你们订了娃娃亲 其实你妈妈跟那个女儿没有死 她只是失踪了 什么 我妈没死 那她在哪 我要去找她 小姐说了 她会在合适的时候回来找 她不会抛弃的 你我相信她 我家伙认了 你不是 再这样 这件事 我还希望 你不要再插手 原來 從我回到海城 我就一直在調查當年的真心 看爺爺的不僅有理欲來 還有下一位 爺爺說讓你一切聽我 你該不會想要離開爺爺的意 怎麼還不回來 你還不回來 下洗碗你怎麼來了 你媽被抓了 洗碗今天也在查 他被嚇到了 我把他帶回來 爸 這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肯定有人陷害我嗎 能有什麼誤會 這個毒婦要毒死我爸 被警察抓了現行 現在警察已經把他抓去正在死關子 爸 既然爺爺沒死 你能不能把媽撈出來啊 他畢竟是我媽 如果我有一個殺人犯的母親 那我以後怎麼辦啊 撈 撈是撈不出來的 不過警察已經說了 只要他能交代出毒藥的來源 會被捉起解刑 是長者的電話 好 我們現在就在家 你們過來把他帶走吧 爸 李玉蘭招了 說是下爺爺去黑市買了毒 又支持他下毒的 五年前也是下爺爺推了爺爺 警察說 李玉蘭主動招勾會 會減行十年 他們已經在外面了 爸 你救救我我沒有 我只是幫媽聯繫了賣家 他叫胡說 居然真的是 你笑什麼 夏小姐 麻煩你開下門 我們要帶夏爺爺回去 其實警察只是叫你去配合調查 你炸我 爸 你救救我 我是你疼愛的女兒啊 我只是想讓爺爺閉嘴 我真沒想到 你和李玉蘭竟然殺人都不眨眼 幸好有西蘭提醒 要不然 你給我死了 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沒事夏爺爺 快快把他帶走 下個西蘭 正下你贏了 你滿意了 你高興了 我只是想讓當年的是真相大白 這好贏 這都是你自己的 這不是大哥送我的威配嗎 原來是被他打走了 西蘭 現在下之意料就要停擺了 你打算怎麼辦 下生是媽媽和爺爺一手創辦的 我不會讓下生意料關門的 明天我會去一趟公司 你把股東們都叫過來 好的 藩田 你的病情已經控制住了 萬萬 自從我摸清四世以後 我以為我不會叫對愛情抱有期待 但是你的出現讓我明白 我還是可以這樣去愛一個女兒 見回首甜言蜜語 你的嘴巴這麼甜 是抹了蜂蜜嗎 甜不甜 你嘗嘗不就知道 你扶我扶他 你扶個腿子去 你都還暈倒了 心情到迷途吧 心情到迷途吧 現在還要我覺得 那就在笑 她你口吔 我扶她 你不扶她 你不扶她 我今天要認識我 她不扶她 你不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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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音速很好 我叫陸子倩 你也是 你很高興認識你 時間到了 別人再見了 我驚慨的嚇住了 這個郭忠祐他怕要黃了 連招去大家開什麼會呀 你怎麼是豬弄人吧 大家 都在等等了 大家在等等 前輪是林師父在等等 可結果了 王總撤次了 蘇江也撤次了 現在整個下犀利料就他媽一空殼子 這郭 咱們補充的錢 他也不是大方刮來的呀 是啊 等一下 我們也有我們的難處 對了 你女兒夏修啊 不是嫁給了首富陸涵婷吧 你求求你的女兒 只要陸市給夏市十個億 咱們就不用破產了 就是 夏子哥 今天你們夏家要是再跟我們一個交代 我們家把你們趕去海上 我看誰敢讓菜家鬼豬 這不希望嗎 小時候我還抱過你了 你現在可是經費幾筆了 成為首富夫人了 咱們這個夏市醫療 也說是你的娘家吧 您不得幫剩幫剩 希望 我看 老張他們說的也在 只要陸總服夏是你吧 夏家也就不會過 你也把夏市交給我 並不是想讓夏市成為什麼別的富裕 那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咱們夏市醫療能夠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還得多虧你三翻兩次的腳盒啊 從現在開始 我就是新的董事長 看看 看看 夏家都爛到什麼程度了 居然讓這麼一個黃毛丫頭 來做董事長 夏政國 既然你不仁 別怪我們不義 現在我提議 進行破產比賽 是啊 早點清算了 還能保下點東西 如果我能拿下帝國研究院的合作呢 居然 你說的 是真的吧 當然 帝國研究院要在海城變成新院 只要我們拿下他們的獨家合作 你和他們生產的新藥 都有 如果真的能拿到獨家合作的話 別說盤禍夏市 這個合作能讓夏市一月成為全海城第一大公司 光年利潤 至少能達到二十 這個說大話誰不會呀 你一個鄉下同胞子 憑什麼能夠拿下帝都研究院的合作 既然我敢說這個話 居然有把握 林總不需要這麼急 還是說 你爸爸的夏市破產 瞧你說了什麼話 怎麼會呢 既然夏小姐這麼有把握 我們也不急於這一死辦法 只要你能把夏市盤禾 我們這幫老頭子 來跟著夏市幹 就是 謝謝張叔 像當初 你跟你媽媽一樣 一起廣發 我相信 父母不全女 你肯定不會 辱莫了你媽媽的威名 我一定不會 陛下反叛的人已經心裡乾淨了 是時候見我女兒回來了 請問你找誰啊 我來找我的未婚妻 奶奶 又來 這不是給你喝的 是給娃娃喝的 娃娃 娃娃 奶奶你放那兒吧 奶奶熬了好長時間呢 你不嘗一嘗 我到家了 謝謝奶奶 今天晚上啊 你們好好休息啊 我幫你吧 奶奶應該下了很久 你剛好 你想不我了 奶奶這次還真沒下藥 怎麼可能 該下一個 喂林辰小小姐 有人明天想見你一面 是 是小姐故人之子 他拿著小姐的信 好 你要去見別的男人 是我媽故人的兒子 正好問關於我媽的事情 你回去去 哎呀陸先生不要亂知錯 我會離其他男人原來的 雖然 我家跟林阿姨早有婚約 但是 我已經遇到了我喜歡的人了 等你家小小姐來了 我會 誠心道歉的 陸少爺 我只是小姐的仆人 做不了小小姐的主的 這一切 等小姐姐到了之後 您親自給她說 小小姐 我 是 是你 哎 你們兩個認識 哦 意外見過一面 小小姐是我的未婚妻 什麼 女婚 小小姐 當年小小姐在第一組闖道的時候 認識了柳家的千金 她們成了好朋友 後來 就跟你們兩個訂了婚約 這個玉佩 就是雙方的 親 夏小姐 不是來遵循你兩家的婚約人 陸先生 我已經結婚了 你的未婚夫明明是我 你怎麼就結婚了 晚晚沒有還不是我 你們倆是兄弟 你別聽他 我跟他不熟 別老婆 你怎麼知道我在查 因為我是神仙子 你是不是又派你二位跟蹤你 我一定要在手上 那個夏小姐 我希望你們能再考慮一下 陸先生 你媽跟我媽搶 你就要跟我搶女兒 這明明是你搶了我的未婚妻 陸是我沒跟你搶 但這個事情絕對不會讓 陸先生 實在不好意思 我媽定性的婚約 我實在不好意思 我已經結婚了 我也很愛我老公 哎呀媽媽 我頭好痛 我們先回去吧 不好意思啊陸先生 那我們先回家吧 再住 我就不回去跪著邊 走吧 媽 我已經找到了 林水瑤的女兒了 但是 派你嫁給他 什麼 陸涵婷絕不能和林水瑤的女兒結婚 你一定要和他結婚 為什麼 我是為了你好 我這就去海嘲 好了 好了 得生氣了 文文 你是不是很後悔嫁給我 我脾氣不好 很多人都怕我 雖然我老公脾氣不太好 有時候會跟我生氣 需要我去哄他 但是 他溫柔善良 完美又強大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他 我想跟他 度過春夏秋冬 陸涵婷 你不離 我不請 夏小姐你好 我是子憲的媽媽 你和你媽媽長得很像 陸夫人請我來喝茶 該不會吃回憶往事吧 有話你給你直說 來了來了 難道是要給我錢 讓我不要履行婚約 陸夫人 我和你兒子 不認識 那我就開門見山了 我不知道你和韓婷之間 有什麼故事 我也不感興趣 想聊多少 自己學電話 你們看看 這樣吧 我和你兒子 那我就開門見山啊 我不知道你和韓婷之間 有什麼故事 我也不感興趣 想要多少 自己隨便走 離開他 下坑皇后 這是什麼套路 陸夫人 你是不是說反了 我沒有說反 西婉 你也知道 韓婷是視覺首富 愛慕她的優秀女人 數不勝數 在帝都 列家的千金小姐 立嫣然 就是我老公啊 唯一滿意的掌席 反而 此是海淳下家的女兒 她是不同的女兒 和韓婷在一起 陸先生 不同意我和韓婷在一起 但是 不同意我和 你女的旅行 我是個縱落之人 當初和你媽媽 陸下的公約 自然必須旅行 而且子憲不需要 繼承陸氏 對她妻子的選擇 自然不會太注重她的家事 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謝謝陸夫人抬決 我是不會離開你了 這次我老公和列小姐 來到海城 他們來的目的 想必夏小姐也應該清楚 嗯 再好好考慮一考 不用考慮 我的回答是不會變的 陸夫人 不想問問 嗯 是我媽的故意 你是她的姿勢 女媽媽離開地圖後 就嚇了故意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她在海城呆過 她生下了你 女媽媽離開地圖後 就嚇了故意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她在海城呆過 還生下了你 不好意思陸夫人 那我先走了 媽 下希望 一定會下給你的 安平 你還在 我是你爹 兩年沒見 你怎麼越來越比較 有一個逼死妻子的事情 沒有逼死妻子的事情 韓婷 你怎麼能這麼說伯父呢 伯父也是關心你 才來的海城這個小地方的 用不著你在這逃小賣國 你這孩子 怎麼跟你背後一起說話 我的妻子只有下希望一人 依然是 你依然是 伯父 你看他 韓婷 你 你依然是我早就為你不太好的二妻子 他年輕 漂亮 又能幹 他年紀輕輕就進入了帝都研究院 更何況 我們兩家也是門當戶對 你早一些跟西婉離婚 把妍然娶了吧 既然你這麼看了 那你就會給我早就 反正這種事 我就不打擾你跟我的想像 你 伯父 您別生怕氣了 想必定是下希望把他迷惑住了 韓婷平時眼光甚高 下希望一定是有什麼過人之處 不然不會把他迷惑住了 好咱們先住下來看看 你好 我給你 你不肯定是 現在是自由戀愛 我就認完完這樣一個死 把我當兵貓之間 漢蓮這就是你們下家的教養ело 燕然是我們家的貴賓 你怎麼可以這樣秀 林范穴幫我當貚貓是 Jen 既然是貴客 那為什麼 Close 陸家端茶倒水了 就連我們邪邪下家都不會這樣子的 雁然 也會這種端茶倒水嗎 和夏日群 你去看 是陸伯伯 下西晚 雁然 聽說你來到了帝都研究院的獨家回奏 不愧是葉老的外孫女 小小年紀就能有這麼高的成就 我母過月了 呵呵呵 還是嫣然厲害 你笑什麼 我像有些人撒謊不眨眼 帝都研究院 不可能跟你簽下了獨家合作 我堂堂立家千金有必要撒謊嗎 帝都研究院的副院長葉老是我的外公 拿下研究院的合作對我來說是輕而易之 可據我所知 研究院尚未定下合作法 我自然有我的門路 夏小姐身在海城 帝都的情況不清楚也是正常 希望你不過是從農村回來的 怎麼能比得上帝都定於民怨的麗小姐 這個柳昭弟好生奇怪 既然看不上我 為什麼又想讓我嫁給他兒子呢 帝都研究院的邱院長 明天將會參加在海城舉辦的商業 這種商業只有海城屬一屬二的世家 才能參加 像夏小姐這種家事 應該是拿不到請見 就不麻煩你操心了 好啊 那我很期待明天在商業上 可以見到夏小姐了 媽媽 琴姐的事真的不用辦嗎 真的不用嗎 我已經拿到了 好吧 看來應該也不用我插手了 我還想我能有英雄救命 我這明明是美女救英雄 不然你這顆白菜交給林安然了 那你可要看好我這顆白菜 蓋個帳 您裝為什麼 你必須要下西班禮會 你的事我不用了 我對你爹我不管親管 你只有娶了燕然 才能夠做我們陸家家族的地位 所以你當年為了做我們家族的地位 就逼死了我媽去的這個地位 我會不會 李小姐年紀輕輕就拿下了 帝都研究所的獨家合作 不愧是立家千金 虎父無犬女啊 張總說笑了 對了 這次商業下市醫療做人進來沒 區區一個海神下家 哪有資格參加這個商業啊 我看過邀請名單了 沒有下市醫療的你 看來是下西碗吹牛皮吧 他也商業的資格了 是啊 下西碗吹牛皮 你怎麼來 這次商業明明沒有邀請你 這次商業明明沒有邀請你 原來是找了紫線幫忙 紫線是研究院的院士 你求他一下拿張邀請函給你 也就是你大聲 沒有 李小姐 邀請我的自然是主辦方 主辦方又不是你家 你不想要誰來 誰就不能來呢 向西碗 你的牛皮還沒吹滿啊 在這裡的 要么是醫療行業的龍頭大佬 要么是醫學界的頂級大佬 你跟哪個沾邊呢 莫菲是想來勾搭幾個老闆 好拉一把一個小公司 我不需要勾搭 日常商業最大的合作 我們也許就拿下了 要不然今天你再在說什麼 你這句話就意味著 你一個海城的破產小公司 拿下了全國頂尖研究院的獨家 真是不怕笑叫大雅哦 那你今天就要笑叫大雅了 秋老 您好 我是易老的外孫女麗嫣然 我外公他應該跟您說了合作的事了 易老 是說過有什麼一回事 聽說物家家主十分相忠他 只讓他會長期 哎呀真是恭喜 誰說研究院的合作方是麗小姐 你外公他不是已經跟您說好了嗎 邱院長 我外公不是已經跟您說好了嗎 葉老先生是說了 但是我作為院長 我有權利選擇更加有能力的人合作 秋院長 我們麗家是帝都第二大世家 我外公又是研究院的副院長 我不知道除了陸家之外 還有誰能比我們麗家 更有資格跟研究院合作 是下市醫療 夏小姐 研究院很看好下市醫療 希望我們這次合作 能齊開得勝 合作一個 恭喜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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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院長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他不過是個鄉下來的野丫頭 怎麼有資格跟研究院合作 麗小姐 研究院跟誰合作 是研究院的自由 輪不到你來質疑 秋遠的家族世代從政 如果得罪了他一定會留父親吧 我 是吧 謝謝 我都請下手 我都請下手 某人啊 仗著自己的家室 覺得要有什麼趣的 我 多怪這個界定 想想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你師母給你做了你喜歡吃的菜 我 我說一個海城的破洛戶 怎麼能拿上研究院的 原來是爬上了院子 王王 後面跟著的是什麼人呢 不用管他 他喜歡跟就讓他跟著吧 你這丫頭 又在想什麼鬼點子啊 我看又有人要糟糕了 老師 老師我可沒有主動惹事 這些人都是他們主動招惹上來的 也是 咱們走吧 看看你幹的好事 夏小姐 你作為陸家的兒媳婦 竟然為了錢你算是人 你怎麼可以當韓國的妻子 單憑一張照片 難道明知道別人有妻 薛涵死成了 你 你怎麼能貶低他呢 那嫣然小姐 是我早就不算好的兒媳婦 在你們倆結婚之前 我們兩家早就有年因之意 反倒是你一直把這個路上 付一個位置 你什麼意思 是這樣嗎 你別聽他們瞎說 我的妻子真是你 我老公真好 麗嫣然 最好失去一點 別想真是別人的老公 看你 夏小姐出軌 又不是我捏造的 明明是他背叛你在先 相比外人 我更想貼下我妻子 還聽這麼信任你 當然你說什麼都是可以的 我解釋也是錯 不解釋也是錯 依政麗小姐的意思 我怎麼看起來是對的呢 夏小姐既然這麼為心無愧 那你敢在記者的見證下 和邱院長邱密合同嗎 好 夏西娃 你等著瞧吧 我一定要讓你身敗明明 喂 石瓜小豹嗎 又有個料的寶 我還要做一塊啊 合同之前呢 夏西娃 今天是你跟研究院簽約的大人 我可給你準備了一份大理 那可太巧了 我也給你準備了一份大理 看你還能熬得了幾事 那我們開始吧 邱院長夏小姐 有這過報料說 此次合作是夏小姐辦事處罪 請問是真的嗎 胡說八道 我有證據 這是昨天拍到夏小姐和邱院長進入酒店的證據 這是誹謗 同學是誹謗 那你們兩個要怎麼解釋這件事情呢 天啊 夏修啊 居然幹出這些這種事情 你是說出軌 你不至於吧 他老公可是守護 不安平啊 如果對他有什麼好處 怎麼不至於 誰還會閒賺錢多呀 要不然那個六點拍 為什麼一直都幫助我們下司啊 秋夫人 別來了 下西晚了 我是來找下西晚的 來了來了 原配和小三的撕逼大戲開演了 他在台上呢 誰啊 這可是秋夫人 西晚 怎麼把你 人家正是走上來了 夏小姐 之前我可以勸過你 做人啊 不能走彎路 韓婷 你別怪他 夏小姐可能也是迫不得已的 麗小姐 你今天出門是不是忘記帶腦子了 韓婷 你看一下小姐 我好心勸他 他還說我 確實未等 韓婷 秋夫人 這位夏小姐 就是跟秋院長有不正當關係 麗小姐 你俗話給我放慎重一些 西晚 送我看老秋的關門弟子 什麼 關門弟子 師母 昨天師父叫我過去 吃了一樁你親手做的菜 師母的手藝真是越發好了 再這樣下去 不要耐上 那你就來吧 我還害怕你不來呢 老秋說 你昨天就到了海城 我呀 就趕緊轉過來了 西晚 你是秋院長的徒弟 本來這件事 我想等先往河頭戴鴻鴻 但是現在既然這樣 那我就提前 向大家介紹 我的專門弟子夏新晚 也是研究院的 X院士 也是將來的研究院院長 怎麼可能 他怎麼會是那個神秘的天才 是EX 他不是個像他娘土包子嗎 易小姐 是不是我們夫妻說謊嗎 我沒有 西晚 真沒想到你就是大名鼎鼎的X 難怪你能救醒我啊 人人下西晚就是X 難怪他能拿到這個研究院的合作 多少人求助想和X合作 可不是 我X現在的這個醫藥端 你產自有工藝 以後再和這個研究院的合作 還不知道他們會帶著研究院 研究多少專門出來 越來可欺啊 諾輝 你還有什麼事情做不知道 媽 你是不是知道西晚是研究院 未來的院長 才讓我取的 如果能取到下西晚 這區區的研究院院院長 又算得了什麼 媽 你究竟還知道哪些 子憲媽都是為你好 我知道你喜歡下西晚 媽不會嫌棄他是二婚的 確的 咱們是合作 繼續啊 哈哈哈哈 下西晚 就算你是X又能怎麼樣呢 就憑你也想跟我鬥 沒想到 你就是15歲就拿下雙醫學博士學位的X 年輕有為 看來你們下市一聊 很快就要撐把醫學界了 那我付口獎 我年紀大了 你們年輕人的事啊 既然你心意已絕 你和燕然的婚事 謝謝伯父 啊對 那個既然這事都這麼定了啊 陸奶奶打著抱孫子 你們兩個呀 抱兒子啊 哈哈哈哈 我還從來沒經過他 你畢竟是他兒子 我永遠不會怨 我還從來沒有 李小姐 你想不想趕走下西晚 嫁給陸涵婷 我可以幫你 如果我嫁給了涵婷 有了立家的幫助 那他在陸家的平衡就會更穩固 這似乎是 陸涵婷 陸涵婷成為陸家家屬 已經無法更改 我和子憲 認同一十一套生活 自然 又能被靠身 你有水清嗎 西晚陸夫人送了邀請 就是想問一個月來 結束相遇 這個陸夫人 行事當真不管 德州隊長 我會去 好 那我先去了 西晚你來了 你叫那麼聽 餘工你倆不守 魚絲彎彎是你大嫂 陸子歇 別太過分 我 就是打個招呼 西晚你有什麼需要的 儘管說 謝了 韓丁會幫我的 下西晚 下西晚 如果我早點找到你 會不會一切都不會 子憲 媽一定會讓你得到下西晚的 算了吧 我是喜歡下西晚 但我更希望她心 媽可是為你好 下西晚必須嫁給你 媽 好吶 一切交給我 你不懂 你懂 陸家主請你過去 不許了 下西晚 膽子不小啊 還敢來迫暈 我為什麼不敢 警告你 韓天是我的未婚夫 你太遠意 不然 你怎麼死都不知道 哎呦 我好害怕呀 下西晚 你勾引別人的未婚夫 你真是不要理 麗大小姐 我和陸韓廷是合法夫妻 勾引我自己的老公 有什麼不要的 倒是你 一直惦記著別人的老婆 這麼想到小三 你 讓讓 我不想讓小三 必須同一個同情 你過來 幫我做一件事 向迫 不要這樣 不會 我們用一盒內套 這次的 吃呀 西晚的 你們有看到下西晚的嗎 我沒有看到他 哈哈哈哈 哎 你们他妈做个屁股 下西班 你眼睛都瞎了吗 没发现他不这样 嗯 你们他妈做个屁股 下西班 你眼睛都瞎了吗 没发现他不这样 四伯 我刚刚好像看到 慕夫人在演习那边 西娃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这样 啊 韩婷 夏宵姐已经死了 他不会再醒过来了 你别做我用功了 大哥 老闆 活了活了 三十晚竟然被陆总救活了 天怪路最緊張的 哇 文文你醒醒文文 文文 文文 没事 他只是立即昏睡过去了 好好休息就行 发生了什么事 陆夫人刚才多水了 要不是陆总及时赶来 陆夫人就死了 在我们陆家的地盘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给我扎 把所有的监督和身下都打开 去把所有的下人都叫来 我要一一审认 韩婷你身上都湿了 赶紧上楼冲个澡 换件衣服 你能招揽吗 你怎么进来的 出去 他对待下溪碗可不是这样的能力 潘婷 你究竟喜欢下溪碗什么呀 你醒醒吧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哪有人这样对自己未婚妻的呀 李先生 我跟立总已经说过了 我们退婚了 我不同意 我不答应给你退婚 我爱你 潘婷 你要了我吧 我想找回你的女人 没有男人可以喜欢女人 但是 只要我和孩子发生了关系 他一定会有几点 在这里 我真的给我见了很多 我真是 我真是 这都是你逼我 一定又得到 丽燕然这个废子 连个男人都勾引不到 落水之神调查情况 被人的福渊死了 給我 這就是你解決立燕然 和完完無非的辦法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這些事 燕然小姐畢竟是立家和葉家的千金 西婉 你用什麼家事 和他和姐對西婉才是最有利的 西婉是我們家的長期 他不用看誰的意思 是 行了我還有事 你們繼續玩吧 你們繼續玩吧 我們走吧 我們先走吧 我們先走吧 我有些事 你先說一下 好 陸夫人 這次的事跟你有關係嗎 當然沒有 你死了 我怎麼讓自信取禮 陸夫人 我希望你不要再插手我的事情 我是不會離婚在家的 西婉我可是好心辦的壞事 我不會插手你和燕然小姐 小姐的事啊這樣最好 要不是因為女士 敢這樣跟我說話 還沒有能活過第二天的 好天啊 夏小姐沒事吧 哎呀韓婷 我之前都是被愛觸碰了頭腦 才傷害了夏小姐 對不起 你該道歉的事晚晚 我才不會向那個下賤之人低頭道歉 你說的是 是 韓婷 看在我們從小一塊長大的份上 你喝了這杯酒吧 我發誓以後再也不會纏著你了 陸韓婷 你就這麼毫不及待想和我斷絕關係 你一定是我的 好天啊 你沒事吧 以後你要記住 你最愛的人叫立嫣然 你要對他言其不從 快告訴我你安心 韓婷 我要你跟下西碗離婚 向我求婚 我要嫁給你 你快說呀 你不是最愛我吧 你快向我求婚啊 艷然 我愛你嫁給我 我要跟你寫 韓婷你在做什麼 大哥 韓婷你在做什麼 我在跟艷然求婚 我愛你我要跟你 不不對 韓婷的狀態不對 看到了吧 下西碗 韓婷現在喜歡的是我 她已經不喜歡你了 既然韓婷又選擇了嫣然 離婚 你還不如就成全了她們 韓婷 喜歡我 韓婷做了很多 難道 是你嫣然算的 下西碗 韓婷現在已經對你膩了 現在她愛的人啊 是我 怎麼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你突然變心了 我到底說在哪兒了 下西碗 我們離婚吧 我現在心裏面只有燕然 不要再來糾纏 不要再來讓我驗和 好 如你所遇 離婚 久了 恭喜麗小姐得償所願 同喜同喜 好 師父 韓婷和李燕然接觸後 突然中了骨毒 好像被操控了 晚晚 葉家十分擅長骨毒 李燕然是葉老的外孫女 看一定有腸背症 我現在 就去幫你查是哪種骨頭 西碗 你是懷疑李燕然給大哥下骨頭嗎 你們兩個怎麼回事啊啊 原來韓婷已經結過婚了 陸伯父 韓婷啊已經向我求婚了 胡鬧阿婷不可能向你求婚 他明明喜歡的是晚晚 媽這是真的 韓婷已經七碗七碗沒有你抓的快 我是不會同意你們倆結婚的 陸伯父 你不是最支持我和韓婷結婚的嗎 那不一樣 雞尾伯父 你沒有關係 你看你不能這麼對 你 你要是來做什麼背後去洗完的事情 我跟你沒完 我就打斷你的腿 我只是通知你們 明天我就跟葉然去練習 你 滾 你給我滾 陸伯父 既然你不祝福我們 希望婚禮當天 陸佛菲能夠來參加 韓婷我們走 韓婷要是對不起 王文 我再也不心疼他了 都是你生的好兒子 給你一個德性 花心愛情 韓婷也許發現他愛的人是嫣人 才會不顧一切去追求真愛 跟你一樣的小三尊愛嗎 爸 韓婷被人家 現在已經被操控了 我和子晴已經查到資料 立岩然的外加夜市是醫藥時間 他們自隨人屬一層骨度 想不睡就多睡 我一個立岩然 居然感動我的兒子 現在就是找他給韓婷解讀 爸 立岩然是不會承認他 現在大哥 只曾拿的話 一不小心傷了大哥就不好 難怪我們就眼睛跟看著韓婷 不一塊戲碗嗎 爸 我們現在已經想到了解決的辦法 現在主要是要把韓婷 和立岩然分開 我也不會幫忙的 好 媽 幹什麼 錯誤 你居然還想幫著若韓婷 只要若韓婷和夏季婉離婚 你就可以得到夏季婉呢 為什麼你注意他 你知道你放棄的是什麼 不管是什麼我都不會後悔 不是希望錯 別後悔 沒出現的東西 夏季婉 你怎麼才來呀 您就覺得要下班了 你該不會是想死纏爛打過離婚吧 韓婷 你真的要跟我離婚嗎 夏季婉 韓婷現在愛的是我立岩然 現在把你不正辦了 是 我真的愛的是立岩然 好 但我要跟他單獨說一句 不然我是不會去離婚 有個舒服 韓婷身上的感覺有點明顯 就算整個死 你一起跑 夏季你幹什麼 韓婷 韓婷你別講韓婷 幹嘛 你好大的膽子 居然敢對韓婷下毒 我都帶走 放著 怎麼樣 爸 沒事 應該是任你 夏季婉 你該不會覺得 你能解開我爺爺 也是多年的苦毒嗎 是什麼就知道了 希望 這苦毒已經侵入了大哥的五臟流脈 一旦精神打開買門 毒素會瞬間切入心臟 心臟一旦感染 你剩下幾個水晶 我猶豫 夏季兒 想清楚了 你這已經下去了 住嘴 要不是你能安婦婦 現在已經在警局裡 陸子協 雖然你們是帝國第一世家 但是我生活是立家和立家 論實力 你是可以給你跑 相信 陸安吟的面 你都不懂 就是你 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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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都不懂 你這 你不懂 你這 一百歲 然後知道你活活的老死 行啊 必須立刻終止手術 才從原老還沒去用你的絕驗 你還可以去幹終止手術 不然你再在肩膀上再不然解開 那麼他就會永遠的經歷 小心我 這些字品呢 好好想一想吧 哈哈哈哈 你還在猶豫什麼呀你 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是他抱著自己你快選 你快選給自己你選吧 你選給我贏職 忘記還聽怎麼樣了 大哥已經沒事了 醒來之後好好修正一段時間 就行了 對了夏總 還得麻煩你安排一間清靜一些的面房 這是必須的 對了夏總 那個麻煩問一下西婉的母親是哪裡人 我只知道他是從帝都來到海城的 我爸對他很是言聽其愁 啊謝謝 你為什麼突然問西婉的母親 我懷疑 他是南龍古國的王室之人 什麼 潘廷你醒了 快快快 我剛好想做了一個很醜 是的 現在夢醒了 一切都好了 雖說你體內骨毒已經徹底消除 但是你還好好盡量一段時間 我問問你不要離開我 我不會離開你的 幹嘛我 要失去 我是不會離開你 我是不會離開你 OK 葉賈和麗賈現在聯合起來再保立雅然 希望 你打算怎麼辦 我會怕韓婷 走過最後一程 要不 你換個地方 什麼 韓婷你幹什麼 這樣很不衛生 你是我的女兒 我想怎麼樣去 放不死你 看著彈指紅燕的毒性 比我想像中還要猛烈 走在這邊幹嘛 我們兩個人 我在洗澡 我也想洗澡 我們一起洗 誰要跟你洗洗 他讓我進去 關 陸漢婷 有一天 我會變老的 你不要否認 我知道 你很敷衍的 你就是喜歡年輕漂亮的小姑娘 還有時候還是明明的 如果有一天 我變老變醜了 你還會喜歡我嗎 陸佛人 你算算你這些畫質們 一共否定了我幾個 你快回答我 想喜歡 我喜歡的年輕漂亮的女孩 只有一個 也就是你 我也只喜歡你 好端端的 玩玩怎麼會突然提到變老 這小騙子又瞞我什麼事 陸總 不如為了救您中了彈指揮了 這種都沒有解藥 不然他們也不是刻意要能力 立刻派最有名的醫生去找 還有 你再安慰去找葉劉 無論你心也還想 一定能找找他 讓他使命是死 是 等一下 一年來 還被陸先生觀察 明天立家如未過來 立家主說 會給我一個滿意的招待 是 爸 爸你終於來救我了 好 廢了 他給我兒子下屋 又害了我兒媳婦 所以他一條腿 甩錢眼 一年來 是立家人 他犯了錯 也只能由我們立家來處理 看來立家如是小共 我不是維護他 他犯了錯 是一個受到懲罰 非常崩潰 太過分了 在立家主眼裡 一條人命還補上你女兒的眼神 這個夏小姐 倒是有種莫名的熟悉感 夏小姐 放了眼 由立家主確定 本王的女兒還不需要立家操心 您是姚 我找了廖二十年 你不肯出面了 不准是女王五 女王 女王 媽 到底是怎麼回事 夏夕晚居然真的是 蘭楼古國的王室血脈 王婉你是蘭楼古國唯一的長公主 也是未來的女王 天天公主 是太難以置信 這不可能 夏夕晚怎麼會是公主呢 她明明是個賤民 你怎麼在演戲 你怎麼騙我 冒犯我國長公主該受掌刑 是媽媽對不起 上哪一個人受了那麼多 夕晚 你媽不是故意的 她被帶回國後 一個人要面對王室的刀狂劍 她把臉內倒裡 才肯定都在暗場 媽 我不怪你 是你給我女兒嚇得多 是我又怎麼樣 再過不久 她就會慢慢變老 然後活活的老死 哈哈哈哈 屈屈彈指紅顏老 我還沒放在眼裡 當初你外公也只是學了我醫術的一點皮毛而已 媽 你真的救我了 你還真不認真 我看在你對我女兒孤立不切的份上 就認下你這個女兒 是吧 這是你媽媽 您以為你嚴重的皮藥 這是你媽媽 這是你媽媽 您以為嚴重的皮藥 好 我堂堂莉家大小姐憑什麼比不過他 閉嘴 莉家大小姐 晚晚是你的女孩 她才是莉家的長女 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給西方一個交代 你是嗎 他不過是個香巴佬 又是沈夜X新的守護夫人呢 還是什麼長公主 現在是我們麗家的長女 憑什麼呀 我不服我不服 晚晚的都雖然寄了 可是我沒有什麼 是讓他把他帶走 我相信他會給晚晚一個交代 啊你一定要跟我做主啊 你要救我 我不想這麼一個廢人 下西晚我一定會讓你做主代表 從今天起 你不再是麗家大小姐 會帶你回山城 讓你的離國安凡事一生 不要了爸 不要了我不要去那個破水溝 下西晚都是你 我阻礙你 我阻礙你不讓我看 拜託 放開我 放開我 我不去 你還會離開嗎 你還會離開嗎 媽媽只能在這兒停留一陣 媽媽 你要不要跟我一塊兒回國 有她在的地方 也是我家 我已經猜到了 你要是敢對她不好 是不會放棍 我會對晚晚好一輩子 我會對晚晚好一輩子 你就回來找我 你要記得 你是有皇位要繼承 陸先生 我可以針揚嗎 可以的 我還要向你再求一次 這一次 你能夠得到所有人 我可是要在情依然遠遠遠遠遠 我看你是個人 我請讓你做我迷糊騎士的妻子 我喜歡那年輕片讓你拿了只有五個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媽的 努力 努力 我不欺負你 好 好